这是被仲裁降级成的太平礁 0.5平方公里 这是日本主张的冲之鸟岛 两个榻榻米 男孩仲裁粗鲁 网友志图对比 计讽结果太扯 让人难以接受 我觉得不合理那么大 怎么会是礁呢 那应该是岛啊 因为我觉得礁是应该小小的东西 那岛应该是很大 才是算岛啊 就听得蛮生气的 本路是大拿回啊 我们的国土啊 看我们政府怎么做 把它整回来 网路上还流传酷索图 例如戏称马路分隔岛 已交付国际仲裁 还有人用当红的海涛法师开示 制作搞笑图 讽刺说一觉醒来 太平岛变成焦 假的国际仲裁员 眼睛业障真重 中央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 郑明点在脸书 特地做了南沙太平岛的天气预报 太平岛晴天 西南风 天气稳定 每天的天气变化形态都很类似 短短79次宣示 太平岛就是我国的岛 要全力去捍卫 这样的话 经历还会变缩小 那相对的我们在南海 就是在整个势力方面 会不会缩小一点 南海仲裁结果一样 对岸舆论情绪高涨 通讯软体上疯传 命名为南海开战啦图片 千万别打开 是菲律宾青年 制作的攻击病毒 但其实是假消息 也有网民大玩宗教梗 强调南海必须是大陆的 不然观世音菩萨要助哪 用幽默表达不满 记者张哲如 何卫伦 台北报导 中天电视 全新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